在转身史莱姆的世界中 拥有我一国最复杂的魔法系统 在根据不同的元素之下而产生不同的变化 不同的人化魔物种族都有不同类型的魔法 它们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魔法或能力觉醒 话不多说 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魔法系统的独特之处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在这个有龙、恶魔和史莱姆的世界中 存在两种主要的能量在使用的时候 有些物理能量中已经有基本的物理元素存在 魔术能量借着引发奇迹的涌畅魔法 可以操纵世界的法则 两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和特征 虽然两者之间的特性通常会模糊不清 原因是因为魔术能量通常可以用来创造物理魔法 就像红丸可以呈现火的物理现象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与火不一样 因为这火是由魔术能量创造 它不具有物理魔法存在的火元素相同特性 这是很重要的区别性 它改变了某种魔法和技能 对不同的种族就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在我们深入了解为什么这区别很重要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魔法的基础 因为要仔细研究全世界存在的特殊粒子 魔术 魔术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的曼娜 化成魔力值 简单来说就是引擎需要染料才可以启动 而使用魔法需要魔术才可以启动 魔术几乎是所有的核心 包括离母路在内 不管是人、动物还是魔物 只要在这世界的生物 体内都会有少许魔术 生物的身体是有更多的魔术组成 而不是物质组成 体内拥有的魔术量越多就越强大 魔物的能力排名完全取决于它们能承受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暴风大摇我这样的灾害级怪物 却被定位于特别A级的原因 官方也详细解释了 虽然叛帝是灾害级魔物 但威胁在灾害级之上 之所以没认定它是魔王级 是因为它没脑子 只要有魔术 就可以使用超多酷炫的魔法技能 只要你吸得魔法也拥有魔术 就可以允许他人或魔物使用相同的魔法 尼姆路他自己曾经说过 魔法是描述的事物 然后在现实生活中把它创造出来 就好像投影机把画面呈现在现实中 只要简单的拥有少量的魔术 就能施展一些简单的魔法 试书者还需要对魔法有足够的控制力 并且要精通对魔法的处理方法 它有点类似无知转生 因为魔法需要使用者的想象力 才能将他们的想象变为现实 只要你了解使用魔法的过程 你就会简单地把想象变成现实 以简单的元素皱纹为例 例如尼姆路初期使用的水之刃 尼姆路可以自动施放技能 他首先必须学习如何把想象变成魔法 他需要练习创建一种在心里的图像 然后把魔术转化成水之刃 原理就好像引擎 需要精准地控制压力 才可以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其中有四个主要的类型 元素魔法 精灵魔法 召唤魔法 神圣魔法 我们知道 元素类型和物理元素之间的关系 而我们知道科学的基础 是要了解世界的规律 因此 世俗者会以自身的魔术作为隐性 通过永昌皱纹 凝迹走位充斥在大气里的魔术 并构成素食来 控制上需要相应的精神力与魔力 绝对这些便无法行使 精灵魔法的原理有所不同 相反它赖于精灵和世俗者之间的契约 它和元素魔法不受物理法则影响 不同的是精灵是以自然现象为基础 会遵守正常的自然法则 一旦达成契约 法师可以通过契约借助精灵的力量使用魔法 有几个限制因素使用精灵魔法 比起元素魔法有点不太灵活 首先是法师可以使用的奏纹 取决于它所契约的精灵 因此它和火精灵契约就不能使用兵魔法了 它们只能够使用火精灵的奏纹和技能 第二点 魔法的整体力量取决于精灵的限天能力 如果它们所契约的精灵有大量的魔法技能 那么它们使用着精灵会更加有效 普通精灵没有自我意识 只有上位精灵才有自我意识 背光或暗的上位精灵看上的人类 就代表具有成为勇者的质值 神圣魔法 实际上和精灵魔法很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 和你去约的精灵实力更高 一般被认为是最高位精灵的圣灵或神 神圣魔法被认为魔物无法使用 而且对魔物有着特效 所以被人类当成对抗魔物的杀手剑 但对恶魔而言却是一柄双刃剑 只要有足够的信仰之力 透过信仰与恩仇的奥秘 魔物也可以使用神圣魔法 召唤魔法 我们在动画中看过多次了 顾名师爷 这种形式的魔法 涉及到另一个平行世界 是从平行世界把它们召唤过来 通常是精灵或恶魔 召唤魔法 曾经被用来召唤另一个世界的人类 这件事情是非常罕见的 不管召唤的是什么 这个过程是需要大量的魔术和契约的建立 接下来要知道的是 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魔法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尝试 学习魔法的知识 并且还要进行大量练习 这条件并非很难达成 我们所看到通常是魔物在施展魔法 他们天生体内就具有特殊技能 所以他们比人类更适合使用魔法 另一方面 人类天生就没有任何特殊能力 最初你会认为魔法是他们无法领悟的东西 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 人类学习魔法是更加困难 但就是需要不断地练习 如果用外部魔术来使用 就有可能可以快速发动魔法 因此如果内部魔术是在自己的体内 那么就要靠自己的实力来使用魔法 外部魔术是使用周围环境的魔术来使用 没有自己的魔法技能的法师 不得不依靠环境中的魔法 或者他们依靠魔法物品 新冠我们在动漫中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依靠内部魔术来发动 其实法师使用外部魔术实际上更为普遍 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魔物存在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种族或者人类 还有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没有魔力 尤其在说到人类法师时 因为魔术实际上对大多数自然生命都具有剧毒 所以任何不依赖魔术能量的生物 都极于受到称为魔术中毒的现象的影响 因此一个对魔术没有抵抗力的人 走进高度农民的魔术的地方 那个人可能会因为毒性而死亡 在里姆路还没有诞生之前 没有人能接近维尔德拉的领域的原因 没有任何魔物或人类可以承受 因为周围都是高度农民的魔术 还有另一个例子 就是里姆路魔术外泄的场景 他散发出来的魔术 让周围的部下难以承受 我们之所以很少见到里姆路或者他的部下 以刚才我所解说的方式来施展魔法 是因为他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很少使用所谓的技能来施展魔法 他们是以克路在灵魂深处的意识来扩行 因此他们几乎不需要想象或有关皱纹的知识 里姆路和他的部下 他们有作弊的方式来牢过去施展魔法 除非他们试图展现自己不熟悉的皱纹 否则他们会直接牢过皱纹使用 这是使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有压倒性的原因 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基础内容告诉你们 因此我希望在过程中不会犯太多错误 如果你了解更多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你们能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will fight and turn the eternity come with me will stand and fight together through our strength we'll make a bet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